话说从前,长白山地区有个小县城,当地县官自己搜刮明脂明膏,是个十足的贪官,百姓们怨声载道,这贪官听说,长白山上有一秒饱身,吃一口能返老还童,吃三口可长生不老,于是就逼迫百姓们上山挖身,谁敢不去就要被治罪。 山中凶险,蛇虫虎豹横行,很多人都有去无回。 县里有个叫双拳的小伙儿,生了一副热心肠,天不怕地不怕,他不忍看乡邻们继续受苦,于是自告奋勇,进山挖身。 双拳进入长白山的深山老林后,看到地上白骨成堆,想到这些莫不是之前进山找身的人们,于是准备动手让他们入土为安。 这时,忽然刮起了一阵兴风,一条大猛直扑双拳而来,双拳丝毫不惧,拿起镰刀向舌头砍去。 经过一番搏动,大猛受伤后顿走,双拳循着血迹找到一株洞穴,只见大猛盘在一株头顶通红硕大浆果的植物上,那植物正对双拳颤微微地点着头。 双拳惊想,这肯定就是那贪官想要的宝身了。 大猛受伤后奄奄一息,双拳轻松地就解决了它。 那苗宝身在大猛死后摇身一变,成了一个白胡子老头。 为感谢双拳的救命之恩,老头将外衣脱下来,给双拳让他披上这件外衣去惩治那贪官。 不过它也会变成一种草,一辈子只能待在这山林里了。 双拳回去后,一无反顾地披上了外衣,将鸡们含着泪,把变成棒锤的双拳献给了贪官。 贪官看到宝身,急不可耐地争口就吃,不料却被突然长刺的宝身,扎得满嘴出血而死。 此后成白身上就多了一种草,叫刺官棒。 他长相和人生一个样,好人见了是宝身,坏人见了是刺官。